謝謝主席 秘書長 去年10月的時候 我在這邊其實有公開的檢舉 是幸福六雷劍弼案裡面 陳慶南明明就有內障 裡面記載的書通高層的現金 在去年10月29號 我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那您說這個事情會帶回去 請他們查 查的結果我就看不懂 什麼叫看不懂 監察院回了一個函給我 說陳慶南的確有個人名義捐贈 馬英九 吳敦義10萬塊 捐贈中國國民黨20萬塊 然後查吳慶富公司 捐贈馬英九 吳敦義 及中國國民黨的記載 然後併辭序民 你們給我的回復 是你們有查到一個 中國國民黨的 拿了陳慶南的政治獻金 結果你們說過了處罰的時效 所以沒辦法處理 那但是針對我所講的 就是馬烏2012年競選連任的時候 那些錢都是陳慶南他們出的 這件事情你們調查是說 我去翻他的政治獻金的記載 然後沒有這個東西 你們到底是怎麼調查的啊 我今天看你們提交給立法院的報告 在預算書裡面說 你們都會進行什麼 都會進行非常 準密的調查程序 然後確實掌握問題的關切 我看不下去啊 那你們查的方法根本就是在重容啊 在重放啊 去查一下政治獻金的記載 沒有就沒有啦 正是因為沒有記載 所以我才跟你講是違法的要你們去查 請問你們怎麼會回函 跟我說要你們去查一下記載 沒有就沒有了 這會不會太可笑啊 黃委員好 報告委員 這個案子我們有做過調查 我們有酣請高雄地方檢查室 高雄地方檢查室來提供 有關於這個慶父造傳案的 這個陳慶南的這個起訴書來給我們 那我們調查發現 剛才委員質詢的郭天才 在99年收受陳慶南的政治獻金的 違反政治獻金法的部分 這我剛剛講了嘛 超過10下 我現在在針對的是馬英九跟吳敦義嘛 這個接下來就是說 令查 這個是慶父公司本身的名義 沒有捐贈給馬英九 還有國民黨 這個紀錄 這我剛剛不就講了嗎 你為什麼要複數我講過的話 不是我沒有複數委員講的話 那我問你現在怎麼查吧 那個機關跟個人是不同的事情啊 這我當然知道啊 所以我現在才跟你講啊 說馬英九跟吳敦義 2012年競選總統的時候 連任的費用那個單 在高雄的造勢活動 是慶父公司買的啊 然後你們說上面沒有記載就沒有 因為政治獻金 秘書長 請你把邏輯搞清楚好不好 搞清楚 正是因為他沒有記載 我才要你們查啊 不是 因為我們主管的權責數項 就是根據政治獻金所有的 收據成報之後 來我先問一下啦 是 有收政治獻金 沒有依法申報要不要罰 那個書人的事情 我們怎麼 等一下 先提一下喔 有收政治獻金 沒有依法申報要不要罰 那要看實務上 有沒有這個具體的資料啊 啊對嘛 你先跟我講法規上嘛 有收政治獻金 沒有申報要不要罰 這個政治獻金法的ABC 你到現在都還在混喔 有收政治獻金 沒有申報要不要罰 依照現行的規定 如果說有這個實務上 那個我們請 那個財村市長來說明一下 這個 報告委員 如果已經有設立專戶 那有收政治獻金 沒有做申報的話 這個會有申報不實的問題 請停一下 這個不是最基本的ABC嗎 是啊 啊你剛剛還在跟我扯什麼私人的問題 你會不會太離譜啊 沒有離譜啦 這個是 這樣還不夠離譜喔 如果有這個 沒有關係啦 你剛剛的回答 離譜或不離譜喔 讓大家去評斷啦 好 來 這個資訊有沒有掌握 這個資訊有沒有掌握 有還是沒有 你不是說你都有去洽高雄地檢署 這個資訊你有沒有掌握 請財村市長 然後委員這個內容是在 地檢署的一些 検訊筆錄裡面 我們有看到 然後呢 啊你們怎麼查的 問了誰 最後給我回覆的是說 這支現金上面沒有登載 啊所以就沒有了 委員沒有 這一塊地方 確實是已經離譜時效 所以你就跟我講嘛 事實是一個部分 時效是一個部分嘛 剛剛你們回給我的內容 有說離譜時效嗎 白紙黑字有這樣寫嗎 委員對不起 另外有關於那個總統的部分 是在另外一次 委員有提到 所以我們在那個韓的時候 回覆的時候 一併去回覆了 對啊 剛剛你回覆那個韓的內容正確嗎 剛剛你回覆那個韓的內容 你沒有認定事實喔 你單純的說啊 就是政治現金上面沒有記載 並指敘明 剛剛我韓都秀出來了 是 委員在上一次您提到的時候 主要是對於陳慶南 捐給郭天才的部分 對不起喔 我質詢的部分 我在立法院公報裡面的記載都很清楚 PPT我做過 我講了什麼話 在委員會上面 立法院公報都有記載 剛剛你也提到啦 所以我有問這件事情啊 所以你們一併的在上面寫啊 那現在我就在質疑你們監察院啊 你回給我的韓這麼草率 離於實效是一回事嘛 有沒有這個客觀 事實是一回事嘛 但是你們回給我的韓是什麼 所以政治現金上面沒有這樣子的記載啊 並指敘明 這個就是你們精密的調查喔 這個就是我的質疑啊 我今天才承認這個資訊你們有掌握嘛 再往下還不止 陳慶南就講啊 我有給上千萬的政治獻金拿去打點啊 檢良就有承認啊 我有跟陳慶南拿 錢去打點政治人物啊 檢察官有講啊 我有查扣 陳慶南的內障 我這樣子的記載 奇怪了 事證這麼多了 我現在就問你們怎麼查的嘛 你們可以跟我講說 啊委員對不起 這些我們所有的認定都已經離於實效 所以我們沒有進行實質的調查 這是一種說法嘛 那另外一個 我有去調查查無此事 這是一種說法嘛 我有去調查 啊真的有這件事情 但是已經離於實效 這個是另外一種說法嘛 啊你們回給我的韓我完全看不懂啊 那委員關於這個部分呢 確實都已經離於實效 我們在韓裡面已經有說明 等一下 你在韓裡面說明的是郭天才的部分啊 現在我在針對的是馬英九跟吳敦義啊 可以把A事件跟B事件混在一起談嗎 請你們今天正式 就馬英九跟吳敦義的部分 你們做了什麼樣子的事實調查 然後最後是因為什麼理由沒有處理 用正式公文回覆我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嗎可以 警察院不是調查很詩密 他不是誤網誤眾 可以這樣混水摸魚喔 下一件事情也是一樣 李睿昌 金管會主委 幫陳慶南喬貸款 帶到金管會主委辦公室裡面去 喬完了以後退5.5億 備償佣金 我也在這邊 直接跟你們檢舉啊 我是不會去調查什麼 今天輪職的監察委員是誰啦 然後看是誰輪職我的 才去 什麼去檢舉 我從來不幹這種事啊 我要檢舉就在這邊 直接公開檢舉啊 我公開檢舉以後就期待監察院 做好你們的事嘛 追究違法濫權 違法私職的官員 這不是你們的天職嗎 要不然納稅人養29個監察委員 部長級的要幹什麼 請問我在這邊檢舉以後 來 出來了 監察院這樣輕輕放下 我真的看不懂耶 監察院認定他違法啊 不應該做這樣的事啊 好認定違法 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竟然輕輕放下 只有糾正耶 一個金管會主委 幹了這樣子的事情 違法濫權 傷害納稅人的權益到這個樣子 為什麼只有糾正沒有彈劾 來請說明 有關於這個案子 其實是兩個案子 跟烈烈劍案是併在一起的啦 那這個 我齁跟你說啦 每一個犯罪事實 每一個違法的事實 每一個違法失職的官員 一個一個具體的談清楚 不是整個混在一起談 監察院要有這個認知嘛 所以我現在就一碼一碼跟你談嘛 針對李瑞昌 幫陳慶男他們去喬貸款的事情 監察院提糾正了 也認定違法了嘛 那我的問題很簡單 為什麼沒有彈劾 這個報告委員 這個談合數項是監察委員 好沒有關係 今天我在這邊公開質詢 我期待 監察院 給全民一個交代 今天監委沒有大到說齁 這是監委的職權 我監委愛怎麼幹就怎麼幹 你們其他人都不要問 沒有這回事啦 都已經認定違法了 只有糾正沒有彈劾 好這個部分 是因為李瑞昌是主委嗎 他比較大委嗎 其他公務員情何以堪 黃委員這個部分 我們請監察院書面跟您說明好不好 其實你們發新聞稿啊 你回去跟院長講 發新聞稿啊 跟整個社會做交代啊 報告委員我們用四面正式回應 面對大關就晚趴趴喔 好謝謝 接下來請管碧琳委員 謝謝